從5月17 國民黨徵召結束之後 就是一直有傳出 就是大家一開始都在想 郭董的冰島嘛 但是在5月17號那一天 郭董發表的那篇聲明 其實基本上大家都暫時放下一口氣 但是後面為什麼會鬧成這樣 你到底怎麼跟郭董認識 其實過去口述BNT相關的資訊是劉宥彤 劉宥彤是他四年前選舉的發言人 也是他的進程 他雖然外面有自己的職業 但是他幫郭董 那這一次沒有劉宥彤 那從BNT的系列報導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採訪 那直到 21年的時候 很久了 你看21年 那後來比較接近2023 就是農曆過年前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郭董跟薛瑞源之間有一次唇槍捨戰 因為說實在話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 郭董大概是農曆年過後 大概2月中才比較有明顯說他要選 因為我們去年收到消息 就一下子要選一下不選 一下不選一下要選 對 然後你是在那個時候才跟郭董有更接近嗎 對 其實4年前 因為我反韓嘛 然後他 你一開始是挺寒 你還怕出書 其實沒有什麼 跟著月亮走 那個出書是我們出版社找我 我們自己出 他們是受訪者 那你版稅還捐出去啊 就是他們有來徵詢嘛 我就說那版稅給你嘛 就這樣很簡單 賣得很好耶 那版稅給人家了嘛 然後那個事情就不講了 就是郭董跟薛瑞源 他們有爭執的時候 那再重回BNT的細節的時候 那時候郭董他就跟劉仁彤要電話 後面有一些新聞訊息是他給我的 那我剛剛提到4年前 他不是跟柯碧他們在後來 他初選落敗以後搞第三勢力嗎 搞一搞他就去美國回來就宣布不選 那他宣布不選之後就請我跟我先生 4年前19年的時候 對 邀請兩個媒體人 名嘴 我們一起去用了個餐 然後找他們競選團隊的 跟我們彼此吃了個飯 那之後就沒有再聯絡 一直到我剛剛講那個 薛瑞源那個事件 好啦 那也差不多是過年前 也是劉仁彤先打給我 他就開始跟我徵詢一些事情 那我就心裡就有個OS 哇 震撼彈耶 如果他第二次要選的話 郭董第二次要選的話 那是震撼彈 結果後來我先在媒體上先收回 政治平台上先收回 我過去很斬釘節點說他不選 因為在那次餐序裡面 4年前那個餐序裡面 他就坐我對面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光晴我以後不會再參選了 那我就覺得他說 這樣他還有講三個原因 說一個老母親 然後老母親不想讓他擔心 然後小孩又小 還有第三個 他希望平常打打高爾夫球 他沒有過過過自己生活 那我就很斬釘節點 後來我先把4年前 我聽到他怎麼說 他說他這一生 大概都不會碰選舉 那我現在政治平台先把 我原先說他絕對不會選那個收回 你知道有時候上節目 要跟你對讀 我說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我也不能說掏心掏肥跟他講 是什麼時候 他怎麼跟我講 這樣子的話 人家下次就不會給你訊息 然後後來 那個郭董自己打來了 郭董自己打來說 他會錯意了 因為我猜 他那個這個 我聽得出好像在徵詢他 要不要選 要不要再戰江湖 如果選會怎麼樣 用什麼形式選 然後他打來說 他說他會錯意了 他誤會了 誰誤會 劉若彤啊 劉若彤會錯意 他爭詢我 他針對彼此之間那個訊息 他會這樣問我 讓我直接猜到說他可能會選 郭董可能會選 他說劉若彤那個 會錯他的意思 會錯他的意思 以至於他問我那些東西 我也會錯意了 那他說他不會選 不會選 後來我又上節目了 我們不是為了要報他們的料 才上節目 我們平常就是固定有節目 對 然後問到我相關的訊息 我又收回來 我說上次我誤會了 他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不會選 好啦 那等到他在下一通電話的時候 他意思就比較明白了 可是我最近也在講嘛 就是人的起步第一步很重要 是 可是他 跟我在諮詢的時候 他就已經決定 要重回國民黨 是 然後要幫國民黨下架民進黨 而且要帶著小雞們 國會過半 那如果是這個路徑的話 那這個很難嘛 是 因為他要回國民黨 他那時候夫妻離開 對 他自己把黨政推回去嘛 要四年 要滿四年 那因為後面搞 但這個都有技術解決嘛 對啊 又同舟計劃 對 同舟計劃2.0版 因為同舟計劃1.0版 是贏回傅昆琦跟鍾小平嘛 那你如果開啟同舟計劃2.0版 那上次郭董就是這樣 就是吳敦應發給他榮譽黨證 那如果這一次他要選 又重無黨籍 又重回給他 榮譽黨證 不是榮譽黨 最早要恢復黨籍 開啟了一個 為他量身打造的一個同舟2.0版 把他引回去 那他就是為了選總統 這樣對彼此都不好 太刻意了嘛 不會啦 其實台灣政治不是都長這樣子嗎 誰會贏就是想辦法開路給他 你說當年的阿扁 不是也有四年條款嗎 後來也是開個後門給他啊 我覺得就是說 政治還是照不來嘛 所以後來不管黃信介 還是其他黨內人士 民進黨黨內人士 都說一句 要照不來 不然你話 你每次提到這件事情 你看你都會提嘛 無規矩不成方言 那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已經是決定了 他有這樣的一個目標 有這樣一個心心念念 為了中華民國 他有一些這種想法 然後他擔心什麼 他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有人勸勁 有個大佬 他在過年期間 他在自己的臥室 他摔倒了 然後他太太在 還好他太太在把他送醫院急救 命檢回來了 他就立刻去勸勁郭董 因為他們擔心說兩岸局勢 下一代 還有包括侯友宜他們猜 他可能會出來選 他們怕他扛不住 因為他現在看 的確有些不足的地方 那個時候只有侯友宜 那個朱主席一成不變 民調怎麼做頂多就是10% 張亞中那個 我們說張校長那個 不管他東西好不好 在台灣沒有市場 不是我們當看侯友宜 去年的時候大家一直在猜他會不會選 我們也是用教博來的傳統思維來講的話 因為前面已經有韓國瑜落跑的例子 他如果重蹈覆測的話 他去選了連任 而且那麼高票 做幾個月 雖然他是連任 他在落跑的話 那真的是很重傷 他一起跑就會有個 我們叫做硬傷 這個硬傷是很難化解 因為他下面的套配套是什麼 他會到市議會 人家會公 他要不要代職參選 就請假之後代職參選 還是有人提議他要辭職 然後新北市民會跳腳的 辭職要重選 他還不到兩年 要補選 三個月內要補選 要重選 那這樣兩條路徑 會不會到最後雙輸 那如果罷免就三輸 那你國民黨何必提名 這樣的一個人選 然後侯友宜何必走這個路徑 那時候又有恩恩案 我們就想說看他動作 結果沒想到他 他內部有三種意見 他採取了就是說衝高票 幾個月 跑來選總統 沒想到他選擇這樣一個路徑 他可以不尋求連任的話 對他現在的選舉 會比較好選 所以在1.26之前 他就這樣想 當然啦 他內部有三種意見 一種是 你就繼續連任 一種是說 你要選總統 你不要連任 一種是說 衝高票 你要選總統衝高票 俠民意以令諸侯 對 那他沒想到他選擇一個 我覺得是最不利的 有不利因素 很大的硬傷的一條路 好 侯友宜那個動作 其實政治老神家都知道 他選連任是什麼目的 那我們家人就傻乎乎的 還是去信任他 還去投了他一票 結果沒想到我們是很在意 你住林口啊 我們是很在意落跑的 你家人一片落跑風 好像我們不對 他們才對 然後落跑有理了